完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直接扣抵法 好 直接扣抵法你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才可以用 我剛剛一開始在講兼營業人的時候 是我告訴你 直接扣抵法是 要很明確可以告訴國稅局說 我有哪一個部分是用在因稅上 哪一個部分用在免稅上 那我只有少部分是屬於共用 或者是我沒有辦法辨認 它用在因稅或免稅身上的 對吧 所以來你先看到它是有條件的 它是用的條件 第一個你要帳簿的記載要完備 而且要能明確去區分用途 因為你帳簿記載沒有完備的時候 你也很難去跟國稅局解釋說 我有辦法自己區分說哪邊用在因稅 哪邊用在免稅 OK 所以它一定要帳簿的記載要完備 然後呢 一樣 你如果改直接扣抵法三年不可以變更 幫我把三年劃起來 OK 三年內是不能變更的 OK 可以喔 然後呢 你有特殊的情況應該要有會計師查而簽證 也就是這三個情形底下 如果你採直接扣抵法 不好意思 你要採會計師簽證 OK 第一個呢 是 你是製造業 因為製造業相對之下 你的成本費用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OK 那第二個是因為你的銷售額很高 好 那這樣子呢 他覺得你的帳簿記載完備他有點困難 他有點確認是不是 所以他要求要先由會計師來去做查而簽證 OK 所以當你的年銷售額超過10億以上 那第三個就是你的申報扣抵鏡像稅額2000萬以上 OK 你的二跟三都是因為你的金額過高 所以他希望有會計師先來做查而簽證 確定你那個帳簿完備跟明確區分用途是可靠的 OK 那製造業是因為他的成本費用上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他會希望要求會計師要先去做簽證 OK 那你如果不是這三項的話 你只要符合規定 你就可以去申請 那其實是不用會計師簽證的 OK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直接扣抵法 所以為什麼我告訴你說在考試的時候 如果題目沒有告訴你 然後呢 他的題目也沒有跟你講有所謂的供應稅用 專供應稅用 專供免稅用 共用 那那種題目一定都是採筆利康迪法來去做計算 OK 來 那他怎麼算 稅額計算 同樣的道理 其實他都一樣 我們不是還是有一部分叫共用嗎 對不對 你終究你還是一定會有少部分的東西是屬於 你沒辦法去做區分 你不可能說百分之百都能夠做區分嘛 所以呢 共用 那種我剛剛畫圖的時候 我是不是告訴你共用的部分還是才比例分 對不對 所以你的第一件事情還是算不得康迪比率 我可以不要再寫了嗎 好不好 那個回去抄第一個 好不好 你不想抄你就直接向我這樣畫就好了 然後呢 忘記了記得要回去翻比例康迪法 都畫蛇 我知道他都畫一個蛇給你看 對不對 好 這樣是不是 我告訴你 我幫你寫比例康迪法了 那個不得康迪比例了 所以忘記了回去找前面 好不好 那一樣第二件事情要來算什麼 算稅額啦 對吧 稅額算法通通都一樣 怎麼算 肖像減 鏡像減 上期流地稅額等於因納義付 然後呢 記得再加一個購買國外勞務的部分 然後就會等於全部因納義付 好 好不好 你說畫一條線 然後背頭 因為那個快轉 然後或者是那個突然恍生的同學 就不知道那一條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 對不對 OK 好 來 肖像稅額一樣嘛 銷售額直接乘上對應稅率 好 不一樣的在得扣底鏡像 這裡是可以明確分的 對不對 所以呢 你這裡就會是什麼 用在因稅用的不是全部都可以那個嗎 這裡不是全部可以抵嗎 這裡全部不能抵 這裡 這裡依比利底嘛 對吧 好 所以呢 這邊就會變成什麼 因稅用的鏡像稅額全部進來 然後呢 再去加上 免稅這段字不能算 這裡共用的1比1 誰可以抵 那個比例是什麼 得扣底的比例可以抵對不對 所以呢 加上 共用的 鏡像金額 然後 去乘上1 減 不得扣底比率 OK 算完 然後再減 上期累積就第1 再減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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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那購買國外勞務是不是想法 對不對 購買國外勞務反而變成用在因稅上的是不 免稅的 免增 用在免稅上的要交5%對吧 所以這邊就是會變成什麼 免稅的部分 免稅的給付額 直接乘5% 是因納稅額 對吧 然後呢 再加上 共用的部分 直接乘 不得扣底比率 這裡是不是就屬於我認為是免稅用的比率了 然後呢 再乘5% 免頁稅 OK 那整個加完就是全部的因納 衣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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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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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們說 記帳是 記帳相關法規是 交通安全法規 這是從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的老師都這樣告訴我 因為他剛開考的時候確實是啦 就是法條拿出來撿一下接上去 但是這幾年呢 經過了十年多的演化之後 其實出那張考訓老師也越來越變態 他也越來越沉浸 所以他現在就真的不太是 他現在就真的不太是 交通安全法規了 剛開始考的時候他是真的蠻像的啦 因為就直接撿洞 主要是因為他不太改啦 那睡法比較難是因為睡法都在改 我會常說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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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我們一樣 只要是兼營業人最後一期都一定要調整 OK 所以呢 同樣的直接扣體法底下還是需要去做調整 那既然要調整 他就也一樣一定要去算一個不得扣體比率出來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 一樣 既然是整年度的 所以我要去算一個當年的 OK 好 然後呢 你的整年度 你不是當年那時候也是一樣嗎 無論是比率扣體法還是直接扣體法 你一定都會有什麼 你一定都會有每一期可以抵的鏡像碎額 對不對 OK 那你不是已經抱了五期出去了嗎 你現在是不是在最後一期 第六期我要去做調整了 所以呢 你一樣會有所謂的 當年度已經去做扣體的鏡像碎額 OK OK 好 那你一樣會去減什麼 他實際上真的能抵的 對吧 好 所以呢 就會去減當年度的扣體 來 那這裡的當年度的扣體算法就不一樣囉 因為畢竟你可以分 對吧 你不是可以分音順免稅跟共用嗎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裡我算的時候 我就會把整年全部的 我們講可扣體的鏡像碎喔 好 這是全部的 然後你現在有哪裡不能抵 用在免稅上還是不能抵 所以去把免稅的減掉 好 OK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再去減 共用部分的鏡像碎額 但是共用全部不能抵嗎 沒有喔 共用是不是只有屬於 免稅的那個比例是不能抵的 對吧 所以再去減掉 免稅的部分是乘不得扣體比率 來乘1-不得扣體比率 乘不得扣體比率喔 OK 可以嗎 新喔 來 減完就是調整稅額了 OK 你購買國外勞務要調喔 OK 購買國外勞務要調 我已經付的 當年錄購買國外勞務已經付的 OK 因納的去減掉已經付的 可以嗎 你如果有購買國外勞務的話 因為購買國外勞務要調是因為 他也有牽扯到不得扣體比率 你記得只要整個裡面 有牽扯到不得扣體比率 通通在最後期都要調 因為我的調整就是在調那個 不得扣體比率的矯正 OK 所以你如果是購買國外勞務也是要調 嗯 對啊 你就變成 你變成你這裡會去算一個 你用整年度的算 那算出來叫做整年的 購買國外勞務的一拿水 然後去減掉你前面五期已經繳的 剩的就是你要補繳的 或者是 多的 多的就是流地 可以嗎 行不行 我看大家疑惑的眼神 我還是寫了吧 來 我現在直接扣體法 我們等一下再回去補比率扣體法 好不好 來 購買國外勞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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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的應納稅 減掉以納的 減掉以納的 這個叫做你應該要繳的 OK那以直接扣底法來說 你應該要繳的就是什麼 全年的免稅給付 去乘上5% 然後再加上 全年共用的給付額 對吧 去乘上全年的 把這個不得扣底筆去改成全年的 那是不是就是你全年應該要繳的 對吧 這裡我幫你加一個 加一下全年的 OK 好 再繳5% 雖然